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整车的生产日期越近越好 各种液体要够亮 各种功能都正常 万一哪里有瑕疵 要么换一辆 要么免费修 最差也得要点补偿 送次小保养也行啊 有些毛病在店里看不出来 看一段日子发现问题了也没事 靠质保维修呗 这么可怕 我听说还有翻新车 这概率很小 有些新车在运输途中出点事故 再次自己兴修 当新车卖 你姐们要是真买到这样的车 那就赚到了 打官司必赢 三倍购车款赔偿 车开走前还要检查下 这几个证全部闪 货走后面上牌 买保险都成问题 曾经发生过店里资金不够 把车较合格证抵押给银行 赚了卖车钱才能从银行赎回合格证 合格证不在你手里 根本没法上牌 不过 这么干的一般是资金周转不开的小倾销商 新法规明确规定 合格证必须随车 车没问题 证件齐全 4S店通常会带你去验车上牌 拿到行驶证和保单 车才能安心上路 买车用车以往够 复杂多了 让你姐们关注我们试之车学院 多学学用车知识 别跟你一样 开车都几年了 疑问还啥啥都不懂 想第一时间看这么多有趣的视频和漫画 快来关注试之车学院吧 1 2